我們今天要來上第八章,就是能量手核的部分 能量手核這個概念,其實大家也都學過了 我們很快速的把這個能量手核的概念給瀏覽一次 我們先來看一下,講能量手核之前我們會先來講這個能量的形式 第一種能量是稱之為所謂的衛能 那什麼叫做衛能呢? 衛能它其實代表的是一種能量,是兩個粒子之間 或者是從一個粒子跟一個相對位置之間 它所具有跟位置有關的這種能量稱之為衛能 比如說假設在地球上,你把一個蘋果往上推 那這個蘋果就會得到了所謂的重力位能 所以它的能量就儲存在它的位置的改變上面 透過位置的改變,它儲存到一個能量 OK,所以這個外力做工 你說除了重力位能之後還有什麼可能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彈簧 去壓縮這個彈簧 那這兩個粒子或是這兩個方塊 它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力是來自於彈簧 所以它就可以由相對位置的移動 把能量儲存在什麼? 儲存在彈簧裡面 那這個彈簧透過什麼? 彈簧裡頭原子筆之間的排斥力 儲存在這個原子之間 每一顆每一顆的原子之間 彈簧裡頭在每一顆原子之間 所以它表現出來就好像這兩個方塊 壓縮之後它具有一個 什麼? 與相對位置有關的這個能量 你放開它就可以得到你的能量 所以彈簧裡面有彈力位的 那它的本質就是來自於什麼? 本質就是來自原子之間的交互 電子交互作用力 所以這是彈簧位的 OK 好 所以我們來說 我們來說 假設我們外力來做工的話 可以改變你的這個系統 所謂的彈簧位的 那像剛剛的談話的例子 我們外力做工會造成 這個能量的改變 它有哪些情況的表現呢? 有一個就是來自於位置的改變 比如說重力位的對不對 另外一個呢 假設那兩個彈簧 那兩個方塊跟方便在一起 它也形成一個系統 你外力作用的話 它造成什麼? 東西發生形變 發生形變 也可以儲存能量 也可以儲存位的 所以一種是外顯的表現 就是它位置改變的 另一種呢 是形狀的改變 那形狀的改變 其實廣義來說 它也是位置的 相對位置的改變 對不對 這兩種形式 都可以用來儲存這個位置 所以譬如說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把蘋果往上提 講到我們要把蘋果往上提這件事情 發生的時候呢 我的往上提的這個速度 是一個等速度 那牛頓運動比率告訴你什麼? 如果你的物體它不受外力的影響 它就會維持等速運動 對不對? 那你明明對蘋果施力啊 施力的話應該會做功啊 可是你現在變成等速度了 所以表示什麼? 你還是做了功 可是你的功全部都轉換成什麼? 你的位能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功就儲存 換轉換成這個能量序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說 我們的這個 假設它是等速度運動的話 等速度運動的話 我並沒有多餘的能量 用在粒子的加速 所以我能量沒有放在粒子的加速 那能量放在哪裡去了? 就純粹就換成位能 那因此呢 我外力所做的功 EST就是Eternal Eternal Eternal就是外力 外力所做的功 Eternal Walk 外力做功呢 導致什麼呢? 導致位能U 位能U的改變 那這位能U 我們可以寫 末位置 UF-Final 減到UI I's initial 末位置減出位置的位能 這兩個位能差 就相當於我們的外力做功 那當然這必須要在 速度是很速的一個情況下 好 這有沒有問題 這個很簡單 因為這就是能量守衡的一個概念 好 所以呢 很簡單 假設呢 我們今天呢 外力做的是正功的話呢 那我就導致為何的增加 然後把蘋果往上升 把水往上抽 抽到樓上這個水塔 做的是所謂的正功 那當然呢 你要做功跟位置函數有關的話 那通常我們就定義一個地方做為一個零點 那假設一開始 這個你要做功的問題就處在零點的位置的話 那我們外力的做功呢 UF-0 就等於UF嘛對不對 所以呢我所做的功就相當於什麼 我摸位置的絕對能量 這樣就可以了 那在我們的科學系統裡頭 我們常常定義不同的原點 來適合你去解題或是適合去解決問題 讓你的這個問題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呢這個原點是可以做一個任意選擇 不會改給你不理的形式 好OK 所以呢我們的系統位能呢 系統位能呢 相當於外力所做的功 或者說換一句話說 就等於說 當我一開始的位置 假設定義 系統一開始的位置 U等於0的時候呢 外力所做的功 換成的位能呢 就等於什麼 等於像這樣子 我們在整個空間中 你可以任意定義你的能量 在哪個地方 你可以去任意定義你的能量 在什麼地方 比如說 這是0 這是負U 這是正U 如果說你今天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你物體在這邊 你拉到這邊去 你得到能量自然的事情 U嘛對不對 那如果應該是你物體的位置在這邊 你當然也可以重新定義這個點 叫做0 新的點叫做0 然後呢 你拉到這邊去 你得到呢 所以 你在任何一個時刻 任何一個時間之內 你都可以 重新第一個位呢 叫做0 那所做的功呢 就等於新定義的什麼 新定義的這個位置 所做的能量就可以了 好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啦 所以呢 所以呢 有這個簡單的這個 過去的這個概念的這個回想 這我們也開始講 什麼叫保守力 那以前有聽過什麼叫保守力嗎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什麼叫保守力 你們故意課還沒有上過嘛對不對 好 那保守力呢 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 保守力它是告訴你說 這種力 這種力我先簡單講 這種力呢 去做功 它只跟你的位置函處有關 它跟你中間的過程不關 中間的路徑不關 它只跟你最初跟最後的位置有關 這種力就叫保守力 那有些力是非保守力 等一下會舉力 什麼叫保守力 什麼叫保守力 什麼叫被保守力 好 所以我們來說 所謂保守力的定義是什麼樣子呢 譬如物體呢 由A到B的話呢 那對力 保守力對力子所做的功呢 我們來看這個圖 保守力對力子所做的功呢 Wa到B會等於走路徑1 Wa到B走路徑1會等於 Wa到B走路徑2 那再看這張圖 你會覺得不可思樣 走這邊跟走這邊 走這邊就不一樣啊 中原 起點中原算是一樣 可是走的路不一樣 比如說你今天 從中原走去台大 對不對 你可以走一整道 你可以走高速公路1號 國道1號 國道3號對不對 明明走的路徑都不一樣 花的油都不一樣 怎麼也會說能量是一樣 走路徑不一樣 人家會是一樣呢 有效功 有效功 是一種想法 不完不進來 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這樣的一個做功途徑 這樣一個做功 1跟2完全一樣的力 有什麼力 你們想想看 有什麼力跟你路徑無關 只跟你的起點中間有關 有沒有學過的 蛤 有沒有學過的力 有什麼力 只跟起點中間有關 跟路徑無關 有沒有學過這種力 想一下有什麼力 長這樣子的 你們學的第一個自然界的基本作用力 就是這種力 重力 為什麼 來你看 今天這個板差在我手這個位置對不對 跟在這個位置 它兩個能量差是多少 這個高度的能量 就是這個高度的能量嘛對不對 所以我板差這樣掉下來 能量差 重力位的就這麼多而已嘛 我板差這樣子走呢 重力位的差是多少 還是只有這個高度差嘛對不對 是不是它跟路徑完全無關 我這樣走 對不對 這樣走 完全都無關嘛對不對 所以我走路徑1 跟走路徑2 根本就沒有差 那這種力就稱之為保守力 所以保守力的定義就是 我保守力去做工 它完全跟你的路徑是無關的 那換而言之 換而言之 今天我保守 我今天有A走到B 再從B走回A 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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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只能路徑 它跟路徑是無關嘛 所以 我做工WAB 等於負的WBA 對不對 往上提不到能量嘛 往下走失去能量嘛對不對 所以當我 做工由A到B 再從B回到A的時候呢 我這樣走一圈 走一圈 我所做的工就等於0 那這樣的力 有沒有稱之為 保守力 所以 保守力 沿著任何工B路徑 做的工 都是0 都是0 那因為保守力 它只跟位子含數有關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所以重力是一個 那 電磁力也是一個啊 對不對 你們學過 一點點電磁學吧 對不對 雖然沒有學完 那也學過一點點吧 對不對 我的電荷 跟 一個電荷在電場中 一個電荷 假設這個電場 對不對 這是0 這是B 對不對 那假設有一個電場 這是正B 這不負力好了 對不對 假設有一個電荷Q 這個電荷正電荷Q 對不對 正電荷就喜歡往這邊走嘛 對不對 你正電荷不管你怎麼走 不管怎麼走 這個位子跟這個位子的能量差 永遠就是這麼高嘛 對不對 正B跟負B 對不對 所以電磁力也是一種 那基本上 你們 未來會學到的 就是 所有的中心力場 它的中心力場 就是說 它指跟位子含數有關 這些力都是保守力 所以電磁力也是保守力 重力也是保守力 這樣瞭解意思嗎 它指跟位子有關 跟你的路徑完全是無關的 那你會舉一個 非保守力的例子 非保守力你們學過什麼東西 想一下 有學過什麼 一樣的非保守力 想不到 也很簡單啊 我今天擺他們在桌上 我拖這樣子走 那摩擦力對不對 我走的越長呢 我損失的能量是越多 它完全跟路徑有關 對不對 我不會從這邊走到這邊 我手上的摩擦力 完全一模一樣 對不對 它不會吐還給你嘛 所以摩擦力就是一種非保守力 好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啦 好 所以我們來看 這個 這個位能 跟保守力的這個關係 那 這個位能 我們等一下就會講到 所有的保守力 都一定可以用 位能函數的形式 來表示它 那 如果你前面有仔細想一下 這有點問題 保守力是向量 位能是能量 是不是純量 純量怎麼會等於向量呢 我們後面會學到說 怎麼樣把純量跟向量 把它連接起來 那 留回積分 可能還來不及上到那邊 不過沒關係 我們只用一個很簡單的 微分式而已 好 所以這是我們剛剛前面的定義 外力做工 等於我的位能的改變 現在可以寫dataU 或者寫UF-UI 這就是我們做工過的位 這是前面所定義的 好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U是位能 K是動能 前面有講過 這個符號有幾等 K就是 Tenetic Energy的意思 K是動能 好 那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在這樣移動的時候 它是維持等速度啊 對不對 所以因為它是等速度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呢 等速度的情況下 我的K 我的K 可以寫成 2分之1mv² 對不對 所以我從位置1到位置2 位置1到位置2 我速度都是v 對不對 所以我deltaK 等於 初速度 2分之1mv² 減掉末速度 也是2分之1mv² 所以等於0 對不對 就我delta可以等於0 因為我是等速度嘛 或者是它連動都不動 沒有速度的話 那本來就等於0 好 所以我們在一個等速運動的情況 或是說它靜止的情況下 我的胃能 我的胃能 完全就是由我所作動作提供的 所以這是我們剛剛應該要提到的一個狀況 好 所以呢 這個式子呢 我們可以進一步的把它寫一下 所外力所作的進攻 完全就等於什麼 等於我保守力所作的攻 好 所以呢 我總共的攻呢 總共的攻呢 總共的攻呢 外力做攻 我們總共的攻呢 等於我外力做的攻 外力就等於我的什麼外力 我再講一下我剛剛講的講錯了 我的總共等於什麼呢 外力做的攻跟保守力做的攻 那外力有很多種型之類 可能有保守力可能有被保守力 好 那現在呢 我這整個攻 所做 外力總做的攻 等於0的話 那我的外力就等於我的保守力 好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的外力等於我的這個保守力 那我保守力往上拉 往上拉就把東西 貴的可以增加了 也就是它能量就增加了 好 好 那 因此呢 因此呢 我們把保守力 保守力所做的攻 因為保守力這樣做攻 這樣做攻 或是 東西掉下來的時候 我對物體而言 保守力施加在它身上 所以保守力的能量就降低了 對不對 如果物體從上面掉下來的時候 我保守力就得到了能量 對不對 所以保守力的能量 增減跟你物體得到能量的方向 是相反的嘛 對不對 所以一個得到就等一個失去嘛 所以保守力作用能有什麼 我未能的什麼 負的改變量 對 我未能負的改變量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啦 OK 那因此呢 剛剛那樣子的一句話 代表什麼意思呢 保守力 保守力 保守力增加 我系統能量的減少 保守力得到能量的減少 我系統能量的增加的話 代表是我保守力會傾向於什麼 使得你的位能呢 趨向於減少 簡單而言 板差你這樣拿著 重力 這個保守力會喜歡它怎樣掉下去嘛 對不對 會喜歡它掉下去嘛 讓它能量變小 那這是我們自然界的一個傾向 一個傾向 OK 那因此呢 我們這個 這個 一圍的情況下 我們的保守力 又可以 照剛剛那個方法裡面 我的WC 就等於 負的 什麼 ΔU 可是在三圍的情況下怎麼辦呢 假設我現在到了三圍的情況下 我們三圍的情況下 你不只還有 不只量值會變對不對 Magnin就屬於量值 我的方向可能也會變喔 方向力可能會變喔 那因此呢 我們這個WAVE的變化呢 在受保守力的影響下 你就要考慮方向 那因此呢 你的位移 displacement 我們這個VS呢 就注意喔 這時候就變成出體質了 因為它有方向 對不對 因為它有方向 所以呢 我們的 總位能改變量 跟剛剛以前一樣 可以負的什麼 保守力的方 負的保守力的這個 保守力所做工的這個變化量 等於負的保守力乘三圍位移 這在三圍的情況下 所以剛剛一圍的情況下 假設一個自由落體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圍 因為我們這個什麼 Z方向這樣掉下去嘛 對不對 那假設今天 我們這裡有個斜面 這裡面有個斜面 斜面這樣滑下去的時候 我的中力是朝下的 對不對 保守力朝下的 可是位移 dis呢 是朝這邊走的 那因此呢 比如說剛剛的停環 你不是有算 cosc 跟sinc 有分量嗎 對不對 就要有一個方向性 那甚至 比較極多的例子 你們做那個雲霄飛車有沒有 螺旋這樣轉下去的時候 那你們的dx 就一直隨時間變化什麼 你的方向 那你的重力所做的功 就要隨時間怎麼樣 去跟著變化 所以我們說我們這個例子 由a點到b點 由保守力的作風 可以寫成季分的一個情詞 這還沒學到對不對 季分符號 還沒學到嗎 還有看過嗎 有學了 有學了是不是 有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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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學到什麼地方 有學過 我講過一點點 講一點點 我是有學過的 那家同學呢 自己學過嗎 歸基班也講過一點點 歸基班也講過了嗎 一點點 一點點 su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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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到b 這符號看得懂嗎 sumation 講一下好了 沒了 這個符號其實是由什麼 其實是由這樣子來的 其實由這個符號來的 這從i等於 a到b 對不對 fc 然後delta fc i delta s 其實由這個符號來的 那 這個符號當我delta s 趨近於0的時候 前面加一個limit limit delta s 趨近於0的時候 我的整個符號就變成這樣子 這是sum 這是sumation 從a到b 然後fc ds 因為ds呢 跟這個的差別是什麼 ds趨近於0 所以 所以 相當於什麼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就跟這個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我的 比s 是尋近於0的 那這個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子 我們畫 x 對 f的圖 s 好了 下面的路徑的面積 不就是你所做的工嗎 上面有講過 對不對 面積是你所做的工嗎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去加這個工 每一個fci 每一個fci 就這一塊 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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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面的間距是多少 每一個間距就是datas 高度呢 f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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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像以這張圖來的例子來說 我的所做的工就是什麼 f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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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比較粗略的嘛 那 如果你用微積分的方法 寫法 積分的形式寫法 就寫 Strange 由A到B 這個給你叫A點 這個給你叫B點 由A到B f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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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就看你會彈出什麼 然後去做積分的這個動作 那積分就是微分的反過來 上次也有講過了對不對 還記得吧 積分就是微分的反過來 你們現在微分是少 還行吧 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笑笑嗎 對不對 應該沒有問題啦 好 所以呢 好 這個符號呢 就是我的 ub-ua 等於 負的summation由A到B fci 我們就選了基本的一個形式 好 所以呢 我們的位能呢 依照剛剛這個事情自己看 我的位能是可以跟我的什麼 保守力 連貫起來 透過保守力 就可以去定義位能 或者反過來 等一下我會用 位能來定義保守力 這是我們要講的啊 好 那因為呢 我們剛剛的這個位能 它只跟路徑有關 跟路徑無關 那 這個位能呢 位能呢 又純粹是一個什麼 純量 好 那 因此呢 我們要怎麼辦 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呢 那你去看這個事情 剛剛我弄掉一個東西 你看喔 這東西是你所說的包 也就等於負的Δu 對不對 這兩個動得起來 就變成純粹 是不是 這兩個動得是純粹 所以呢 反過來說 假設我把這個東西 做微分的話 你只要比上你的位子 s 向量的方向 就變成 f 了 了解嗎 我們說微分跟積分互為什麼 相反的嘛 對不對 當你的公等於f 吸透成 ds 的時候 你把它微分掉 微分掉 對什麼微分 對 ds 微分 假設你的公 或者你的負的 u 對 ds 去微分的時候 微完之後 f 還是向量 對不對 這微完的時候 也是純量 對不對 你就要補上什麼 你沿著 s 方向的向量 你就會變成小 b 了 這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講的做法 那 只有保守力可以這樣做喔 非保守力可不可以 也不行 因為非保守力跟你的路徑有關 非保守力你一樣會進過 a 到 b 也沒有錯 可是我剛剛講的這個摩擦力 摩擦力不會因為你這樣子 走 只有 a 到 b 而不管你的路徑 它跟路徑是有關的 對不對 你 a 跟 b 函數 它總有一個什麼 確定值嘛 對不對 可是中間的路徑呢 你走路徑1 跟我這樣亂走這樣 路徑2 它其實不一樣的喔 摩擦力消耗力 從這樣也是不一樣的 摩擦力消耗力 哪一個 哪一個 對 對 怎麼樣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等一下會講到 所以非保守力它不能用這個方法來 來描述 因此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potential energy 快要三分鐘 好 那這個重力 我們快來看 我們的重力 重力所做的功 wgk寫的-mgym-yi 對不對 負的βu β就是ym-yi 對不對 u就是mg 乘上的h 好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形式 那這是重力位呢 然後在地表附近呢 他所做的功能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 用這個方法來 來表示 好 那 ug呢就可以寫mgy 好 那 彈簧呢 我們來看一下彈簧 彈簧所做的功 我們 可以寫的-1 km-k-i 對不對 那 因此呢 我們彈簧 w寫sd 就是prin 等於-data u 等於-u -i 那因此呢 兩個對起來一下 對起來一下 我就知道我的彈力位能 你會不會有分之1kx 怎麼辦 你會不會有分之1kx 所以重力位能 彈力位能都是你們學過的 對不對 重力位能彈力位能 你們學過的 那 那 我先講好了 當然因為我有 我可以先講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因為剩下的時間 本來不是講過沒有 先把這邊先講一下 剛剛我們說 我們的重力位能 u等於什麼 mgy 對不對 台幣位呢 這ug u3 等於2分之1 kx08 對不對 如果說 你看喔 我先講 如果你把他對y為分的話 他選u g 你們還沒學過 你們還沒學過 那還沒嗎 你還是選為分就好了 這u 你y的話 這次變成什麼 這對y為分變成什麼 你們剛學過為分嗎 對不對 是mg mg是什麼 你不就是f了嗎 對不對 那我剛剛 這沒有寫的了他 那如果我把它補上數號的話 這就是個負的 負的 負的 比u比y 就是f 那不要說f是有方向 f的方向是甚麼方向 y方向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就是被y方向 好 從來到底 付了f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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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呢 那我以為是甚麼 好